26号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举行的一次会议上 指责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将战争扩大到黎巴嫩的计划 而以色列方面则对埃尔多安的言论予以了反驳 埃尔多安还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在整个地区发动战争 这将导致重大灾难 他敦促伊斯兰世界和中东国家 率先对以色列这一计划作出反应 共同支持黎巴嫩 针对埃尔多安的讲话 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26号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予以反驳 他指责埃尔多安试图剥夺以色列 应对黎巴嫩珍珠党武装袭击而采取的滋味权 自去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 埃尔多安在公开讲话中 严厉谴责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而以色列随后召回驻土耳其的外交人员 两国关系陷入高度紧张状态 从去年10月至今年5月 土耳其先后宣布暂停与以色列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计划 暂停飞往以色列的航班 以及暂时中断双方近百亿美元的贸易关系 暂停飞往以色列入高度紧张状态